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天會繼續和大家說八字分析 早前我們說了特朗普和拜登 今天我會說賀錦麗 剛巧這三個人是三個不同的特別格局 拜登是假松格 特朗普是專旺格 而賀錦麗這個人究竟是甚麼特別格局 他為美國又會帶來甚麼改變 他跟拜登之間又有甚麼特別的關連 他會否做到美國的第一位女總統 稍後文傑會從八字命理方面跟大家說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開啟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好了 我們現在先說一下賀錦麗 賀錦麗大家可以看看 旁邊我放了一幅他的八字 他屬於任水 任水就是大海之水 但他的八字內非常多土 即是非常多撒 這個撒對於八字來說不是那麼好的事 對於女性來說也不是那麼好 官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是正神 而賀錦麗是一個偏臣 所以在八字內來說 雖然是否需要分得那麼細 但對於女性來說也不會那麼好 同一時間賀錦麗的八字 他一個叫做兇亡 下了兩處 下了他自己的那處 下了一個叫做遷移公 頭一處 連署 這個兇亡會帶來不太好的動作 但是他會不會成為一個兇亡格 其他格局亦可以另作別論 但是文傑看到他有一個文昌星 又有華蓋星 所以他是一個很有天分很有才華 讀書很好的一個女性 同一時間可以看到他 現在走一個觀薩克森的大運 或是薩克森的大運 他在今年庚子蓮的時候 他又突然做到副總統和拜登 為何呢 很多坊間的大師傅就說 應該這麼說 有坊間的大師傅就說 拜登是因為賀錦麗的八字旺島他 所以他才可以做到總統 但是文傑的看法不一樣 拜登有拜登的動作 拜登有拜登的命的好處 賀錦麗亦有賀錦麗命的好處 所以說兩個人的命是不同的 說到剛才說 他是一個比較不同的八字 是甚麼呢 就叫做食神制殺 他的意思就是賀錦麗的八字 裡面非常多觀察 究竟要怎樣做 很多人認為需要用韌聲做通關 即是用金的 但如果是用金的話 其實他的八字是弱到不得再弱 他應該是隨時說不會有那麼長的壽命 所以在多方的推論下 其實文傑判別就是外界的格局 而這個格就叫做食神制殺格 這格局審猜香港的許冠傑都是類似的格局 我記到外界都好像被污用所謂被策記 我不記得蔡英文還是林鄭月岸 亦都是相類似的食神制殺格局 這個我到時開正的八字會再和大家討論 石神祭殺的格局變得賀錦麗 強行用水木尤其是用木祭殺 觀殺來到時會黑身 所以他們要靠鬥 才能成名 才能維生 即是這個人的八字顯示他的性格是怎樣 賀錦麗的上帽 女生男上 少女藏刀 眼神非常有力 所以他做事非常凶狠 亦很有手段 所以找人幫他改一個中文名 可見他做事方面非常有手段 但他未來的日子會是怎樣 林文傑也說過 其實在拜登的八字來說 看到拜登在2022年、2023年有些劫 他未必可以做到四年任期的總統 很可能在2022年和2023年時 有些事情發生令到他會卸任 看看賀錦麗的八字 2022年和2023年是水木年份 剛剛也說到他的用神就是水木 所以恰恰看到拜登在2022年、2023年時 可能會有事 而賀錦麗在2022年和2023年時 剛好他又走運 那會不會在2022年和2023年時 賀錦麗會成功登上女總統的寶座呢 文傑認為 賀錦麗是非常有機會做到美國的第一位女總統 因為他的八字第一是外格 外格是容易發貴發負的 第二件事就是在我們的年份看到 拜登在2022年和2023年有些劫數出來 而賀錦麗在2022年和2023年剛好又走運 所以憑這兩個考核或命中注定看到 其實拜登遇到事件時剛好賀錦麗走運 所以賀錦麗很有機會在2022年和2023年時 取而代之幫拜登做餘下的任期 成為第一個史上的第一個女總統 還要是黑人的女總統 究竟如果賀錦麗做到總統的話 美國的運勢會是怎樣的呢 大家可以再留意他的能力是有的 但大家看看他的八字裡其實是五行蝙蝠 側向一邊 五行蝙蝠的人做事是非常凶狠有手段 亦會側向一邊 即是他考慮是不會考慮得非常周全 所以賀錦麗做一個執行者是沒問題的 如果他做一個領導者要考慮或制度時 很可能會決定錯誤而發生問題 所以在美國本土來說 如果賀錦麗做執行者是沒問題的 如果他做一個領導人 有一個決定性的動作要做的話 對於美國來說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個人五行蝙蝠的太厲害了 所以他走的運勢也不是可以幫他 補救五行蝙蝠的問題 所以他做領導一定不會做錯決定 美國在他的領導之下 若是賀錦麗領導是會更差的 在美國的本土 美國國內的反抗聲音是會非常強大 對於賀錦麗的反抗聲音是會非常強大 所以若賀錦麗做了總統的話 美國的撕裂情況是會進一步加劇的 大家可以記得文潔這段影片所說的事 留意在2022年2023年的時候 是否真的由賀錦麗做總統呢 他做總統的時間 美國的撕裂情況是否更差 美國在賀錦麗的領導之下 是否會做得更加不好 其實由這幾年的總統來說 由這幾年美國走的運動 美國遇到的事情 其實都可以斷定給大家聽 美國是走的 未來是走一個非常長 而且是大的衰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在臨完結之前 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文潔新時代的頻道 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